走在两旁树木林立 蜿蜒又上坡又得爬十阶梯的路上 如果不说 可能不少人会认为 这是在基隆的某处地点 践行爬山呢 其实这里是著名的台北北投温泉区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贴心安排下 特地和议会民政财政建设 以及教育四组审查会委员正副召集人 市议员陈明健 余三发 张浩瀚以及张耿辉等人 陪同基隆在地媒体记者好朋友 到台北市北投温泉区践行参访 也听取在地导览 虽然基隆市不像北投区有温泉 但是地形类似 而且基隆也有在地饭店和餐厅的各项特色美食 因此议长佟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 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认为他山之石可以公错 基隆市议会和基隆市政府一起努力持续发展基隆观光 我们基隆虽然物地小 但是我们七个行政区都有不同的特色 像我们七土区有很多休闲农场的DNA 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农场 那我想我们政府议会的角色可以来协助争取 譬如说道路铺设 观光的导览 来或者是农会 渔会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让我们的这个休闲农业可以加持 复合式的产业 我想现在是非常适合的 尤其在游轮复出之后像暖暖区我们也有农场 然后也有这个步道等等都可以一路来 其实也可以跨县市的合作开发 让这个古道啊都可以让大家来参访 然后可以讲一些历史文化的意义背景 那像我们仁爱区 我们仁爱区现在就是游轮复兴的地方 那甚至我们每个区都还有一些炮台 我想我们的炮台巡礼都在山坡上面 因为过去因为高地的关系 地形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优势 但是我们现在要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道路 然后还有方便的步道 我想这个步道是很适合这个爬山的人 然后也可以顺便参访我们的古迹巡礼等等 那因为我们的腹地比较狭小 山坡地有时候开发国益 所以我想我们政府跟议会 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来协调 跟民众协调 跟全属机关来协调 那我想这个协调完成以后 譬如说仁爱区的这个施球岭炮台 它很适合作为一个百万夜景的一个根据地 因为它是环山 也是中法战争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想它的地形优势是独特的 那我们有很多特色在各区都可以做开发 然后可以做参访 我想我们接下来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刚这个从这个山下沿路上来 发现到说这里整个地形跟基隆的这个 尤其是我们七谷区这个山区的地形 有点雷头 那我发现到这边这个春天酒店 这里它的主题就是温泉 那也让我联想到说 我们基隆市的七谷区山区非常多 尤其是在马林、永瑞 包括江子辽山 我是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可以 针对七谷区的条件 应地质疑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 类似台北基隆的后花 台北基隆七谷的后花园 可以种植一些植物 花花草草 吸引一些这个观光客 怎么样去就是说规划这一块 带入这个观光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当然也需要我们市政府 要去招商引资 怎么样去观察 地方的条件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不要浪费这个我们大自然 给基隆市七谷区 这么好的一个天然之源 如果好好地去规划的话 我相信未来基隆的七谷 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景点 议长同志委和副议长杨秀玉也认为 基隆市不少地区和北投区 地形类似 虽然没有温泉加持 但是山林景致和人文特色 更胜北投 比较缺乏的就是如何用 兼具神秘又有故事性的方式 包装在观光导览里面 增加民众到基隆的旅游 兴趣和深度 也可以在特定景区规划 植栽四季不同的花卉 营造出不同的景致 可以让游客拍照打卡当网美 强化游客的性质 另外导览员也说 近年来有许多喜欢在户外攀岩的民众 会到镜头上北投区这种山壁攀岩 或许新的基隆市政府团队 也可以动动脑筋 评估在基隆市当地点 尝试规划准许类似的运动 吸引不同族群的运动爱好者 也来基隆运动兼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